可能是相比于多伦多来说 蒙特列小舅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种大都市的感觉 今天来认识两个刚从多伦多转学来的小姑娘 这是他们开学的第一天 看看上学需要带什么 怎么办地铁课 听不懂没关系 请关注我们下期的新移民生存指南 大家好 我是蒙特列小舅 今天我特别开心来参加中学的第一天录学 那很开心地和这两位小朋友一起来 那你们今天激不激动 激动 非常激动 第一天入学 还有如此帅气的小叔叔陪伴 那有一点我特别开心 就是他们俩对蒙特列有一种莫名的喜欢 那问一下姐姐 为什么你会喜欢蒙特列 就从多伦多带着妹妹一起过来 可能是相比于多伦多来说 蒙特列给我的感觉 更像是一种大都市的感觉 就像是多伦多 就像是那种什么三线的城市 然后蒙特列更像是上海 在中国来讲 然后就是蒙特列也被人称为小巴黎嘛 那种时尚感和那种大都市 泛发给我的气息就感觉比较吸引我们 你确定是真心说的 你还真敢说 真的 那妹妹呢 那你觉得和多伦多有什么最大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华人比较少 在这里 就是因为法语 所以阻拦了很多人 所以就是这边来说 锻炼语言的机会会多很多 他们俩逻辑还是很清晰的 那你们在多伦多的学校华人多吗 相对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大概比例 大概比例 一个班至少都有20%到40% 大概在什么区域 不要说学校名字 说区域就好 大概在万景 万景 万景是华人很多 OK 那除了觉得这边比较洋气以外 那还有什么让妹妹 你觉得这边特别的新鲜和有趣的 这边的人让我感觉比多伦多的更温和 跟热情 那姐姐呢 这边人过的都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 不像多伦多可能比较低 节奏太快了 是 这边的人可能性格底色都比较朴实 而且喜欢去追求生活里的一件 品质 对 品质 还有那种乐趣 享受生活 那再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先问妹妹 你恐惧法语吗 你害怕学习法语吗 接下来 我觉得学习法语本身就是一个接受新语言的过程 恐惧只会让你学法语会慢 所以还是要接纳它 有本去接受 对 姐姐 我从来都认为 你最恐惧的事情 就是你最要做的事情 不仅是一个接受新语言的过程 但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女生就是相对的说 比我们男生成熟一些 我觉得真的 小猪哥觉得 就是恐惧 是对一件事情的无知 无疾不了解 当你去了解和真正的深入学习的话 你的恐惧就会慢慢的消失 对 恐惧其实变相是一种动力来的 非常好 那我也非常开心 希望你们俩在接下来蒙特利尔的生活 学习生活越来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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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想了解更多蒙特利尔地产资讯 请关注朱焰地产